今天我们来探讨外国人对台湾健保的高度评价 台湾的全民健保体系因完善性而受到外国媒体大蝙蝠报道 并获得高度赞扬 这项制度让外国在台的人员也能享受健保福利 并且在费率较低的情况下获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台湾的健保制度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和支持 因此希望台湾的朋友能够维护好台湾的医疗体系 医疗保健被视为一个国家的福祉 如果医疗体系良好国家才能真正繁荣 相反若医疗保健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 其他种种承诺都将变得虚假 因为我们终究只是人而非神仙 如果缺乏完善的医疗制度 当你突然患上重大疾病时 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 买房置产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若没有优秀的医疗条件和专业医生 钱再多也难以获得有效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人生将变得黯淡无光 我们来听听外国人是怎么评价台湾健保的 一 来自大陆小林对于在台湾看病体验的分享 她对台湾的医院赞不绝口的原因 是出自她多年来与医院的渊源 从幼时的体弱多病到少女时期的青春痘问题 她经历过各种医院治疗 她指出台湾的医疗技术在亚洲排名第一 而台湾的健保技术更是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 在她做微交患学生在台湾时 曾就医于台北的三家医院诊所 并在后半年发现淋巴接种障时 前往台大医院就诊 虽然她在台北的时间有限 接触的医疗机构不多 但她仍然深刻感受到了台湾独特的医疗服务 这样的体验让她久久难忘 小林认为台湾医院的优胜之处 不仅在于医术高明 更在于真正实现了人性化的服务 相较于大陆的医院 台湾的医疗环境更充满温暖 不像大陆医院的冷冰冰氛围 而是给予病人更多的关爱和人性化的照顾 小林说 中国的医疗体系很纷乱 病人唯恐医师不用心照顾他们 因此经常送红包 对医师不信任的情况下 治疗结果不加时 有时会产生对医护人员的不满 甚至暴力事件 这也是中国大陆在健康系统平比中 台名垫底的原因 二 陆佩宇杰对于台湾健保的看法与经历分享 宇杰表示 有一次她的女儿 因为户外教学被蚊虫咬伤 肿快相当明显 带女儿去看诊所时 她原本以为像在大陆一样 要包红包 或看医生脸色 才能得到好的治疗 没想到 台湾的看病 体验却很方便且便宜 服务也很好 不需要太多繁复的城市 只要挂好碗等叫号就可以了 医生问诊的态度非常好 给予了她家人在关心她的感觉 医护人员也总是面带亲切的笑容 愿意帮忙解决问题 而不是冷漠对待患者 这种体验在大陆是体验不到的 除非你足够有钱 否则很难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 她也提到 自己带爸爸去台湾长庚医院 爸爸患有静脉曲张 原本在大陆因费用昂贵 而选择不做手术 但在台湾有健保制度 手术费用较为合理 去医院看诊时 医生的态度非常客气 有微笑 给予了爸爸安心和舒适的感觉 医生耐心地问诊 没有让爸爸感到紧张 他认为这样的体验 是大陆无法比拟的 台北的医院在专业上效率高 态度好且服务人性化 他们的环境布置充满美感 让人感受到宛如家的舒适 在这样充满爱的环境里 医护人员陪伴着患者 音乐环绕着 充满感恩之心 并且觉得 台湾的健保制度的便利 与价格相当吸引人 美国看病的负担 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大挑战 在美国的医疗费用 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昂贵的价格 大多数的美国人 在面对疾病或医疗需求时 往往感到负担沉重 甚至有些人 因为无法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而不得不拖延就诊 或放弃治疗 三 来自美国杰森的经验分享 他在一星期前 打篮球时不慎受伤 造成左肩膀严重受伤 甚至得停重训长达七个月 他提到 在美国看医生并不容易 大多数美国人 都倾向先观察伤势 是否会自然痊愈或自行处理 因为看医生的花费非常昂贵 除非是伤势十分紧急 否则很多人都会避免去医院 因为手术等治疗会 花费数万至数十万美元 对许多人来说负担不起 杰森表示 在美国没有健保 而看病要花费数千美元 甚至数万美元是很普遍的事情 他曾经的邻居罹患癌症 做检查就得支付几千美元 连治疗都还未开始 就要花这么多钱 治疗癌症更是昂贵的 令人难以想象 除非是富有的人 否则很难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 对比在台湾的经验 杰森在这次受伤后 去台湾的诊所 只需花费250元 就可以看诊病拿到药物 之后每星期回诊只需50元 一个月下来总 共不超过500元的花费 这样的价格 让杰森感到非常惊讶和神奇 他深刻感受到 台湾的全民健保体系之便利 和负担倾 美国的健保覆盖率较低 且费用昂贵 虽然医疗水准很高 但如果病人负担不起 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帮助 四 来自美国青年 卢卡斯的看法与经历分享 他在台湾的看病经历 让他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共鸣 在台湾期间的一天半夜 他突然腹痛不止 疑似急性肠胃炎 整夜不停呕吐 尽管他内心一直抗拒去医院 也担忧语言不通的困扰 更害怕没有医疗保险 支付不起医院急诊费用 在室友的帮助下 他被送往台大医院急诊处 在医院里 他顺利完成挂号 医护人员也能使用英文沟通 医生给予点滴 鱼指吐药 并做了相关检查 最后诊断为病毒性肠胃炎 治疗过后 他感觉好多了 并收到了药方 当他拿到缴费单时 震撼之情难言 医药费用仅2400元 相比在美国 进急诊所需支付的高额费用 这个价格令他惊讶且感激 更令他惊喜的是 如果他有健保身份 急诊挂号费只需700元台币 而看病的整体花费 仅相当于在美国 去餐厅吃一顿饭的价格 在台湾 不仅医疗费用合理 而且看医生的效率很高 可以直接选择科别 当日挂号看诊 也十分方便 这和他在美国看医生的经验 形成鲜明对比 让他深刻感受到 台湾的医疗体系的优点 5.来自英国旅客汤姆经历分享 汤姆表示 他来到台湾 因气候关系 不小心感冒 他对台湾的医疗服务一无所知 心里有些担心 但还是勇敢地 走进了一家台湾的诊所 在诊所 汤姆第一次在台湾挂号 他惊呆了 他说 只需要简单填写资料 几分钟后 就轮到他看医生了 他发现在台湾 不需长时间等候 一切都在他的预期之外 汤姆对台湾医生的亲切态度 赞不绝口 觉得与英国完全不同 而且在英国 看医生 虽然也有着健保制度的优点 让病人看病的负担较轻 但因为需排队等待时间较久 而这里只需几分钟 就能完成挂号并看诊 让汤姆惊喜不已 在台湾 人们不必因担心高昂的医疗费用 而迟疑就医 台湾的健保制度 确保了所有居民 都能够享有相同的医疗待遇 无论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 患者也可以前往诊所或医院 直接挂号就诊 而无需太多繁琐的手续 医疗体系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最直接感受到的事情之一 然而 早在2005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克鲁格曼 曾强烈主张台湾的健康保险经验 这显示 台湾的健保体系 至少是获得国际认可的 这也是全民健保制度 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之一 台湾的健保系统 也得到了外国人的肯定 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 就像有人说在台湾 最美的风景 其实是人 人们在这里不只是看病 而是在家一样的地方 充满爱和关怀 这也是台湾在医疗保健方面 受到国际关注和在意的原因之一 其实 健康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台湾拥有良好的健康保障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和稳定